哈喽 羅卡 今天又要來跟大家聊一下 好像蠻多人喜歡這種簡單聊天 然後可以當成 podcast 來聽的感覺 其實我也是覺得 我在幫自己練習一個講話的節奏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蠻極的人 所以蠻常在講話的時候 都很容易越講越快 越講越快 而且其實因為現在的事情比較多 比較忙 而且又砸 加上有工作 有家庭 有小孩 有長輩 有朋友 有很多事情必須得要去顧到 包含我自己的身體 可能有時候也會覺得 好像哪邊是不是有點不太舒服 不太正常的狀況 那因為年紀慢慢變大 以前人家在講說 你們這些小朋友就是還沒到 那等到你們年紀到的時候 就差不多慢慢可以知道 我們現在在講的一些事情了 你們現在說什麼 罪趕跑掉碰這些事情都沒問題 等到你長大一點就知道 隨便一件事 一個小小的碰撞 可能都會讓你的身體 有了負擔有很久 那現在真的是慢慢感受到了 雖然說年紀不是說真的大到什麼不得了的狀態 那我覺得 練說話這件事情也是我們需要去練習的 就是說 講話的時候其實你可以讓腦部不斷的去思考 你該怎麼講 該怎麼樣去應對 所以我覺得在錄這個影片的時候呢 也是可以讓我自己有更多習慣讓大腦動起來的感覺 那我是一個滿喜歡去動腦思考 然後滿喜歡動腦去朝一些新的方向去思考的人 所以這樣子的對話這樣子的聊天方式 我自己也覺得還算還算自然 而且我盡量就是一刀不剪 好所以你們看我這個影片啊 基本上就是一刀未剪半 從按下去到關起我的相機 中間 可能有些吞口水啦 有一些 講話講一講要停下來稍微思考一下的 我都不會把它剪掉 這就是一個很隨性跟大家聊天的方式 那三支影片或者說前置之間影片 跟主頻道有一個直播有聊到說 我想要把PS5 Slim Song 掉 然後開始有一些 有一些人在說它是一個奢侈品 這件事情我想聊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PS5 Slim 的確 它不算是一個非常便宜的東西 對於很多家庭可能本身就有負擔的 也許它的價位的確真的是高 可能吃飯都不夠錢吃了 然後生活上面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也都不夠錢買的 甚至都要抉擇到 非常簡單的方式哦 去有得用就好 這種感覺 但我的出眾還是很簡單啦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改變 改變人生的並不是 有人給了你錢或中了樂透就改變人生 其實有蠻多例子是說 在國外有一些樂透的案例嘛 就是他們中了樂透 好幾億甚至好幾十億 好幾百億的新台幣哦 真的是非常大一包的樂透 那中完之後呢 若干年後它破產了 甚至到最後有一些不太好的下場 我知道講到這邊當然有人會說 我想要中樂透 我也會 我也很想要中樂透哦對不對 當然有良好的理財規劃 良好的想法思維 中樂透絕對是一個 加速成長哦 就是幫你的財務加速成長的一件事 那 看到不同的眼界 看到不同的科技發展 像現在其實你玩PS5 Pro 如果說你只是單純玩遊戲 他只是一台遊戲機 但如果你看到他在研發之後畫質的AI算法 你看到 人家玩電腦遊戲有FSR 有DLSS 然後有XESS 或者像PS5 Pro 現在有一個PSSR 那這些東西呢 他就是屬於科技的一個 一個 啟蒙點 會不會因為這些科技改變了他的想法 他會去研究了 人家馬斯克 為什麼火箭可以升空回來 可以用筷子夾住 不是 用機器夾住 這些東西都是一個視野 可能從來沒想過 因為他沒有接觸過 也沒有看過 他就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有這個東西的存在 其實碰完之後 有時候 你對新的事物會產生一些好奇性 那我覺得 我只希望我的PS5 Pro 它可以是一個契機 不一定是往遊戲產業發展 也不一定是往科技也發展 但會不會因為接觸到新的東西 而讓他去 接觸到 或者是習慣性 想要去接觸更多新的東西 新的科技 新的話題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啦 所以基本上我在送PS5 Pro 我還是會準備 第二支以上的手把 跟一些遊戲片 就是盡量他們不會額外花到錢 去玩這些遊戲 有人會說 如果你送他們這個遊戲主機啊 他們就會去買遊戲 就會額外花錢 對我會 應該會至少準備個5到10款以上吧 因為我覺得 就算我今天去收二手片 是比較便宜的價格 然後那個遊戲是我覺得 蠻適合小朋友可以一起玩 可以動動腦的 甚至 有國小適合的 然後到國中也適合的 那我可能都會去搜一下 所以他們能夠透過這些東西去玩 這台主機 給的內容一定是會 夠的 那如果說他們會 因為玩的遊戲而去想要額外花錢 這也代表著他們的心智 有需要成長的空間 那我相信 每個單位當中一定都會有一些 長輩 就扮演師長的角色的人會在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好的訊息啊 也就代表說 你可以提前知道這些小朋友會不會 因為 玩了手機遊戲發現很好玩 他把所有的打工賺的錢 甚至信用卡辦來之後 就是超過 他的額度 就把他刷爆 所有錢都拿來去課金 會不會提早可以發現這件事情 然後用不同的方式去跟他溝通 也許也是一種不錯的做法 對吧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 那當然有些人是已經開始進入一種 個人的個體戶 他可能想要跟我要這台主機 我真的不是什麼太強的慈善機構 還有人留言跟我講說 你放心我不會給你借錢 其實我也不是 特別有錢的人啦 一直有在頻道裡面講啦 我覺得有很多的YouTuber 或者是實況主啊 不管有錢沒錢 有的人就是要先 把自己人設弄到很有錢 生活過得很好的感覺 那我是覺得 我的生活也許對一般的 就是你不會買這麼多東西的家庭來講 看起來好像很好 但是你大部分會看我頻道的就是看遊戲啊 看3C啦 然後看一些周邊的東西啊 或者是我們旅遊的影片啊 我也不可能拍說 哎我今天要去銀行貸款的 我買了車要貸個100萬 然後 拍這一段跟你們講 不太會嘛 但是有聊啦 我其實有聊到 像之前我買上一台車就是 負個頭期款之後 最後100萬是 那個叫什麼 呃 無錫的分期 那總共分了40期吧 哎是早早就講完了啊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啊 也沒影響到我的生活狀況 但你說很有錢嗎 我花個錢好像都不用眨眼嗎 絕對沒有啦 我也沒有說 額外去拚一些 很厲害的人設跟大家講 就是 做久了之後 可能有得到一些 提前玩到遊戲 或提前拿到主機 提前 接觸一些新科技的機會 或者被邀約到某一些活動的機會 但不代表著就是非常有錢 因為 人都有夢想要追逐 那我是有家庭 有小孩 有長輩的 那當然很多人也都一樣 可是 付出這件事情 我是希望說可以付出更多 因為 很多小朋友 我相信包含我自己啦 包含現在很多 你們在聽我影片的人喔 可能你們的出國次數 都不吉庫巴多 那我不是要炫耀說有錢沒有錢 這件事 因為我還是一直認為 眼界很重要 有時候的你的自信 來自於你到底懂不懂一件事 就像我在講PS5 Slim 送給這些單位的小朋友 如果他們可以接觸到 也許因為他擴展出不一樣的視野 讓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去出發 可以有不同的發展 這些是我覺得是 我比較想要去做的 所以包含我自己的小孩也是這樣 那在負擔這些的確是需要 更努力更努力的去做 而且很努力的 我有些朋友覺得 你這麼努力在做也爆肝爆的這麼重 像前幾天我一個說 我的流量還不錯 就PS5 Pro的那一陣子流量還不錯 有人說應該用乾 乾出來的流量吧 對啦 的確是啦 而且 其中在測試有幾天啊 我也是找了 妙妙 就是我老婆 來幫我一起做一些拍攝 因為我在架腳架其實也可以 可是架腳架 或者我要拍第二鏡位的話 那個時間需要更長 那如果他來幫我拍一下的話 也許我可以省下半小時 一小時的時間 而且甚至我在 把檔案抓進來 過檔 在檢查那檔案有沒有對的時候 做一些簡單的剪輯過後 那個過程 我們要調光線的位置 然後調整個整理整個桌面 要換到下一個場景 要拍下一個狀況的時候 是可以同步去工作的 所以其實他有兩三天吧 妙妙是跟著我到 兩三點才睡覺 那說實在是真的蠻累的 他啦 他比較累 因為他 隔天早上起來 他又大部分都會去帶庫巴上課 所以他真的會比較累一點 所以 我覺得我們很認真在工作 包含我們自己的 另外的事業也是一樣 也都很認真在做 但是你說有沒有真的賺到 什麼大富大貴 我覺得沒有 因為有很多錢繳了稅 有很多錢都是 買了更多的新的東西 然後再製作更多不同的題材 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覺得 人生的體驗是這樣啦 因為很多買的東西 我覺得還是有個好處 雖然我把錢花掉了 但是我體驗到 這個不同的產品 不同的科技 不同時代的演化 眼鏡 所以我覺得 還算是蠻 蠻開心 就是我能夠做這件事情 然後可以做到 讓我可以有這些機會 接觸這些東西 其實講真的 庫巴真的是 坐飛機的次數 比坐捷運 比坐公車 都還要多很多 我覺得 真的是蠻扯的 因為他出門 大部分是我們會開車 我們一家三口 我會開車 不管帶什麼東西 或者是到哪裡去 我是覺得還算蠻方便的 那他第一個做的多的車 就是 交通工具 就是我的車 他連摩托車都很少做 因為大部分 我們會上個人出去 那 接著應該是飛機 他的飛機 坐的次數 這比很多大眾 都還要多太多了 甚至他到現在 應該是沒有坐過高鐵 然後他坐 他坐 國外的捷運 地鐵 可能比台灣的都還多 國外的計程車 他也坐的比台灣還多 可是我覺得 這不是在炫耀 這真的是一件 在努力的事情 我只希望讓我的孩子 可以有機會 在小時候 視野可以看得更多 好好的充實自己的 所有的腦袋 所有的眼界 可以體驗到不同的文化 而且有些文化 有一些人種 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科技 也許他有好有壞 但是我們一樣 可以用好的一顆心 一個好的心態 來看待他的發展 這個是我常在跟他溝通的 所以我覺得不是在炫耀 真的做這件事情 不是很輕鬆的 不是很輕鬆的 但是需要拼盡全力 但是我願意就是了 所以 這件事情 我還是會繼續努力做 包含PS5 Slim 的部分 我也是會慢慢再去找找 看有什麼單位 可以捐給他們 那這話題差不多到這邊 我們再來聊一個 聊一個 我今天看到一個蠻扯的話題 這個話題呢 我現在看的是 4Gamers的網頁 他其實有蠻多網站 都有去講到 包括國外的也有去講到 因為任天堂要 起訴那個實況主 前幾天不是在 那個 那個他要求訴訟那個 換送帕魯的東西 才才公布 就是說 他要 換送帕魯下架 然後賠給任天堂公司 大概新台幣100多萬 500萬日幣 然後賠給 寶可夢公司 大概也是 新台幣100多萬 500萬日幣 賠的錢其實沒有很高啦 但是重點是要他下架 那那個我覺得是商業 本來就正常 另外一個是他要起訴實況主 但是這個實況主 我覺得整體有點皮 因為呢 他 偷跑了超過10款 而且是用盜版的方式去偷跑 而且他還 嗆別人說他有1000個被用頻道可以每天開台 欸真的很屌耶 我覺得這實況主真的很屌耶 超有個性的好嗎 只是說做事情不太一樣啦 他就是很像 做了一件法規以外規範以外的事情 然後還說 怎樣 我很厲害吧 你們應該都沒有人敢這樣吧 你看 廠商又怎麼樣 大又怎麼樣 一樣沒辦法對我怎麼樣啊 對不對 我還是很棒的 我有很多 我有1000個方式可以去搞死他 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那因為他偷跑直播其實有非常多 而且 他說自從2022年以來啊 實況正在發售前的 任天堂遊戲有超過50次以上 而且有超過10款是新作 那我講一下我自己的心得好 因為其實我們有時候也會收到 提前啦 有合作的序號啦 或者是提前收到遊戲的光碟等等的 我們 是有合作的 但是 其實有些廠商會簽保密 有一些 我後來想一想 怎麼好像有些會簽 簽人正式 有一些不太會 他們只會口頭說 什麼時候可以曝光這樣子 那一般來說 台灣哦 大部分直播啊 或者是影片啊 最快的曝光時間 應該是在發售的 前一天晚上11點 為什麼是11點 有一些人呢 就是對上 日本時間 因為日本時間是在11點 台灣的11點 日本就12點 他快我們一個小時嘛 所以這個時間 就會有很多開始直播 因為是走日趨的方式哦 那好像原廠也沒什麼太大疑問 我沒有確定 我沒有確定 但是我通常也是在台灣時間12點過後 我才會最快的方式去做一個直播 可是我很少 通常都是 玩了之後再來做影片跟大家分享這樣 那中文是大部分的啊 合乎邏輯的都是在這個時間哦 開始去做實況啦 或者是影片的發布等等 我覺得他這個真的就太太屌了 因為他根本就是 呃 你知道嗎 私底下偷跑 或者是私底下作弊啊 幹嘛的有沒有 我覺得都還好 這就有點像是說 你在學校考試作弊 然後你跟旁邊的同學炫耀一下說 哎 你看我作弊這次分數真的是還不錯 你看吧 厲害吧 早就跟你說也要作弊 也不要跟那個誰誰誰一樣有沒有 到時候又要被打死一下 好 現在不能打了 但是重點是 那個私底下的講一講就算了 他今天就是好像當著教室 然後老師在前面學生全部坐在下面 同學都在下面的時候 他直接指著老師說 老師 我就是有一百門課本一千門課本 我想盡辦法我都可以作弊 你要怎麼考我就怎麼作弊 不是老師能不出令嗎 真特別 好這個這個這個心得真的是很特別 那因為 我們自己在說到這些提前的遊戲啊 通常的就是會 走一個比較 合乎正常 而且其實做久了 他是想要做實況的感覺嗎 因為他是實況主嗎 其實 真的要做起來還是要好好的文招文打 至少我們是這樣想的 所以還是很多人會去做一些比較偏差型的 生意哦 賺錢的方式 那我覺得有時候真的要做 長久的話 真的是要 至少合乎規範 是可以做的比較長久 那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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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相關的案件呢 他其實有講到說 我因為用了 PC 跟破解的方式去做 倒板的實況 所以他有發現到 而且啊 應該說任天堂還有發現到 他還有向部分觀眾提供 偷跑遊戲的教學 然後再去賺錢 就等於是說協助別人侵權啦 這塊應該是會被罰 會被罰蠻重的 那目前為止呢 其實 老任有像 YouTube啊 Twitch啊 去進行一些下架通知 就是要求他們要移除在發售前 所有的新作的遊戲相關內容 但我覺得這塊不知道會去影響多大 因為有時候我們對遊戲 可能是用新宣傳影片去聊一些他的 想法或內容 但是 這塊我有問過 他們是說 其實所有的廠商大部分都是默認為主 因為 聊到他們的遊戲也是用宣傳的 其實那是公開的 所以還好 再加上你有加上自己的內容 也不是說直接就複製貼上 所以他們是說還好 但是 如果說有一些相關的 提前去拆解 例如說 摸獵人好了 他可能就是 太刀這東西嘛 因為以前的魔物也都有太刀 他會提前去分析說 太刀大概應該怎麼彎 然後 這次版出來之後 我們再做更進一步的更新分析 這種影片會不會到時候也被騷到 我是不太知道 但這個就 就 看著辦 總而言之就是很多規範 其實都是在一些不守規範的人出現之後 或者鑽漏洞的人出現之後 會變得越來越緊 所以 我自己最後一個總結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想要創業啦 或者想要做一些 比較偉大的夢想 有時候真的是要提早去做 因為 規範有時候真的規範起來之後 他反而會讓你正常的 合乎規範的人 想做的事情 更不容易達成 好 差不多就這樣 拜拜